昨天兄弟相的危机处理的记者会当中呢 兄弟相的领队洪瑞和说 如果真的打假球的话 这个球团干脆解算算了 如果这样集体选手做这种 这个大家不能容忍的 华丽也不能容忍 我相信球迷也不能容忍的 这种行为的话 那当然这个球团 如果再继续经营下去 可能就没有那个意义 球团再经营下去也没有意义 是不是代表20年的兄弟相会 因此这个打假球事件就走入历史 希望不要 因为不管如何兄弟相他的历史 可以说度过了这么长的一个 职棒的一个生涯 有这么多的一个爱护他的一个观众 跟支持者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度过去 那可惜就说 这也是目前可能有五六个兄弟相的球员 会被约谈 到底几个会被起诉 目前并不清楚 所以我们都给他鼓励 等到起诉 然后审判的时候再说 那至于这种职棒的这种产业 跟很多的这种电影产业 那种所谓的文化 明星式的文化产业一样 我们台湾任何经营职棒 或者任何职业运动 会比较辛苦的原因 因为过去就有个经济学家 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他说人口在五千万以下的一个地区 要培养出一个获利很丰厚的 这种所谓的职业运动 不太容易 那比较平均是一亿左右的人口 一亿左右的人口才有办法 形成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市场 球团的收入 因为他是为什么去定 因为广告费的收入 代言费的收入 是跟你的观众群有关的 你的观众群如果是 两千万的话是一种range 到了五千万是一种range 一亿有什么range 所以能够养得起职棒运动的话 我们台湾的人口相对来讲 比较小 大家要增产之后才能养球团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如果说什么未来 什么ECFA在打通了 服务会打通了 如果两边有球队在竞争的话 那广告费用就 两岸三地大联盟 十三亿两边三百万 那个收入会吓人 那个收入不会输给美国 所以这个ECFA里面 我要贴一下 你厂商 比如说我今天旺旺要做广告 两千万人口的广告会 跟十一人口广告会 当然不一样了 这球星的价码 那个偶像崇拜价码就会不一样 那这是有客观条件 像美国那么成熟的 那个他有加进三亿人口 所以维持这么庞大的 这种职业运动问题不大 那我们台湾 球团要赚钱真的很难 那兄弟 他的备要的老板 的确几年来都是赔钱在付出 这一点我们要表达谢意 但不要因为这一次的挫折 就轻易的放弃 那以后的改进上 如何去教导球员 避免这些问题 责任更大了 所以还是给他鼓励 还是给他鼓励 所以我们要向蔡老板喊话 还是赶快去抽出 哪一个蔡老板 蔡正云老板 叫旺旺狗 我来讲一下 今天他讲到这个市场的大小 不但是说台湾的人口不多 在美国那很大 市场很大 但是你这个球队 你跟哪一个城市连上关系 也非常有关系 你看你跟纽约市 你看他的薪水就高 他打的成绩就好 你在小都市 你再怎么厉害 都打不起来 因为看着人少 那他的整体的全年的收入也比较低 所以真的是球队 职业球队是人养出来的 所以你就要人不够多 你就要接受 这个稍微比较 不如人的这种待遇 我来算经济学上面来看的话 就是说 日本职棒12队 美国职棒30队 以人口来算的话 台湾几队大家算算看 两队 应该只有养两队 永远都是蓝绿队 所以现在四队的话 只有四队的话 我们薪水砍一半好了 牺牲一下 然后如果再加上币值 收入所得 收入所得我们比较低 再砍一半 就是说我们的薪水 如果是每日的四分之一的话 台湾应该最低薪有多少 美国职棒球员 最低薪保障三十五万美金 一千多万台币 你就四分之一好了 最低薪是两百五十万 台湾可能连最高薪 都没几个人到两百五十万 更不要说平均水准到两百五十万 所以你去看说 台湾的这个结构里面 球团其实没有什么投资 讲真的没有什么投资 所以你会造成说 我就算有赚钱也赚不多 球员一定分不多 所以你要去看 就是这个产业的结构里面 本来就不合理了 以前六队啦什么 还有两个联盟八队的时候 本来台湾就赚不去嘛 所以今天兄弟说 那个红领队说 他要解散的话 我会建议说 你不要说解散这么绝啦 转成业余队好了 业余队 就是说自知死地而后生 业余队还是可以赌啊 可以赌那种 业余队还是可以赌啊 这个我再解释一下 你如果说到拔 想要赌 这个其实已经不能赌了 为什么 因为是主头在控制你的胜负 那是不公平的 有什么好赌 所以以赌的市场来说 他是一个圈内人的赌博 如果你要全民一起来赌 市场要做那么大的时候 其实叫公平啊 对不对 运动彩 你不能被控制嘛 那像运彩 当初在奥运的时候 不是他们总经理 出了一句诗言 他说我好像早就听过了 后来用马嘎里罗 你现在以现在来看的话 他也不是空穴来风啦 当然我们就假设 这些人都无罪好了 但是已经形成这个共识了嘛 红领队早就知道了 其他领队都知道 但是不同的球团里面 为什么有些球团 他们出了其前 比较肯养 像复数年的 对陈金峰啦 对他们那些 他们的问题 好像比较少一点 你真的是 在科扣球员的 你问题会多一点 其实你从一些 球团的经营的端倪 跟这个整个职棒结构来看的话 台湾我真的觉得说 两倍就好 不是啦 玩不起不要玩 现在来说 我们这个制度 是真的玩不起 那你跟球迷说 你要不要五百块来看个上场球 我觉得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你整个架构真的很难建立 那政府你不要说 硬去用全民去补贴 这些棒球球员 而是把制度想好说 那你试试看 不照这个制度的话 我政府也不陪你玩 应该用这种态度 会比较健康 那伤很多球迷的心 先进广告